男主觉得遭遇确实十分奇葩 他在探索迷宫时遇到了一只最强的巨龙 结果被他一口吞了 然而 男主并没有死去 而是被龙排泄出来 他变成了不死族中最低级的骨头怪物 从那以后 他每天都在迷宫里屠杀同族 他希望早日进化成吸血鬼 重返人类生活 尽管男主是个经验丰富的冒险者 但由于天赋平平 其实力也只比新手强一点 为了维持生计 他每天都会去打通关的旧迷宫 狩猎低级魔物 然后他则靠变卖掉他们掉落的素材来赚钱 今天 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迷宫中未标记的坍塌洞口 这也意味着他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通道 这个消息本来就足以让他赚取一笔可观的财富 男主的冒险之旅确实让人感到紧张又有些诡异 他被发现的隐藏通道激起了无尽的好奇心和贪婪 这也导致他冲进了未知区域 完全忘记了自己实力不尽 不久 他意外地遇到了魔物顶尖的巨龙 这对于即使是实力顶尖的冒险者 都是一场难以应对的挑战 更不用说男主这位菜鸟了 巨龙的威压让他无法逃脱 最终成为了巨龙的美食 然而 两天半后 男主的骨架和排泄物一起被排出来 似乎龙体内的滋养让他奇迹般地保留了人类的意识和记忆 成为了骨头怪 虽然他保留了人类的思维 但他也明白以现在的模样回镇上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因为士兵们可能会误认为他是魔物 他思索再三后决定先返回熟悉的迷宫区域 毕竟在那里 他只会遇到一些铜族和史莱姆 威胁相对较小 男主本想等待下一个冒险者的到来 然后一起商讨对策 但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作为骨头怪 他根本无法开口说话 就在这时 另一个骨头怪发现了男主的存在 他们之间似乎免不了一场大战 男主紧张地举起箭 准备先发制人 然而 就在他抬剑的瞬间 身体无法承受剑的重量 他摔倒在地 就在男主以为自己要命丧对方手中时 对方也不甘示弱 露出了一手 由于对方在摔倒过程中摔断了一条腿 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场意外的发生使得原本紧张的局势稍稍缓解了 男主决定尝试使用强化身体的魔法 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 这也增加了他的力量 随即他挥舞剑几下就解决了对方 令人意外的是 骨头怪死后身体开始发光 出现了一些亮点 这些亮点全部融入了男主体内 这种情况男主还是第一次见到 随着亮点的进入 他的气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但奇怪的是 这种情况在人类对骨头怪的讨伐中从未出现过 男主突然想起了以前跟导师学习魔物知识的时候 导师曾告诉过男主 魔物和人类的次元完全不同 在魔物的体系中 存在着进化的可能性 这让男主心生期待 身为不死族 也许他可以从骨头怪进化到终极的食屎鬼 他甚至可能成为吸血鬼 这种潜在的进化可能性让他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这样一来 哪怕是食屎鬼 男主也会获得肉体组织 到时只要披上斗篷帽子 他很大概率可以返回镇上 就这样之后的几天 男主没日没夜专刷同胞增加经验 毕竟骨头怪不存在睡觉这一说 各项素质也在一点点提升 打败史莱姆后 男主还不忘收集素材 简直是勤俭持家的楷模 时间一天天过去 男主的各项能力也到了还是人类的地步 只见一些小魔法他伸手就来 不过让男主感到诡异的是 他身为不死族竟然还能使用圣魔法 此刻男主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不管最后是什么种族 他都一定要成为等级最高的神音及冒险者 然后他去完成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 怀揣这样的信念 男主对同胞下手更狠 力量很快就超过了人类的自己 想不到人类变强最重要靠的是天赋 而魔物变强的体系却是坚持不懈 只需一直打倒敌人 实力就会提升 而在他解决了不知多少个史莱姆后 多日努力终于有了质的回报 男主满足了进化的条件 浑身上下开始长出腐败的肉体组织 就连他的头发和眼睛也一一回归 男主彻底告别了空荡荡的骨架 摸着干瘪的脸庞 男主震惊的同时内心又无比喜悦 照这样下去 他或许真的能进化到与人类无二的吸血果 当然比起这个 男主更在意的是有了肌肉 那就意味着他能开口说话 这个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夫君只是外出冒险 她在回来时却变成了浑身腐肉的食事鬼 而这一切还要从一周前说起 男主在探索迷宫时 意外发现了一条隐藏通道 他本以为能悄悄发大财 不曾想遇见了最强的巨龙直接被一口吃了 等男主回过神后 发现自己只剩下了骨架 并以骨头怪的形式复活了 庆幸的是男主还保留了人类的记忆 虽说他只是迷宫中最低级的骨头怪 但好在男主还能使用一些低级的魔法 他对付同等级的魔物还是没什么问题 于是男主就这样在迷宫疯狂刷怪练剂 终于在打到不知多少魔物后 男主满足了进化的条件 他一举从骨头怪进化成了不死系的食事鬼 并且期间男主还发现自己变强的逆诀 那就是每当杀死一只怪 他各项数值就会有相应的增长 这种超快的升级方式 在人类中想都不敢想 男主的实力已经提高到 可以与哥布林相抗同的水平 那甚至比他人类时期还要更强一些 他坚信如果继续努力 一定能进化成吸血鬼 然后重新回到人类生活 然而 今天迷宫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冒险者 一个金发妹 男主本想过去说明自己的情况 但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模样可能会吓跑对方 于是他决定先暗中观察 金发妹的实力在新人中算是不错的 可惜在和两个魔物连续交手后 他的力气稍微不足 他被骨头怪逼到了墙角 情况看起来很危险 为了帮助金发妹脱困 男主果断提剑站了出来 并发出挑衅的吼叫 他也成功将骨头怪引了过来 此时金发妹被吓得有些猛 男主不禁吐槽他为何不从背后偷袭 但这问题不大 毕竟就算正面打 男主闭着眼都能赢 一剑砍掉骨头怪后 男主本意是想跟金发妹友好打招呼 但其沙哑含糊的声音 却是让金发妹害怕地举起剑 剑撞男主急忙丢掉武器 示意自己无害 接着男主将自己遭遇的一系列是简短阐述 虽然过程很不可思议 但事实摆在眼前 金发妹只得相信 并向男主表示了感谢 而男主也趁机请求金发妹帮个忙 那就是帮他去城镇买一套衣服 他因为某些原因必须回到城镇 可这副模样实在寒碜 随后男主将钱贷交给了金发妹 并远远目送 拜托人类其实是很大的风险 如果金发妹选择独吞钱财一去不回 或者他又叫人来讨伐他这个特殊的实施鬼 那男主多半是要完蛋 不过事到如今 男主也只能坚信自己没看走眼 接着男主又回到迷宫打怪 这些天的战斗 让男主的实战经验蹭蹭往上涨 闪转腾挪间他就能命中魔物的要害 而金发妹也是没辜负男主期待 当天就买了一大包物资回到迷宫 见到这一幕 男主感动得不行 要不是因为体质原因 想必他早已泪流满面 金发妹不仅准备好了从头到脚的全套衣服 甚至还贴心地买了绷带 在这一刻 金发妹就是男主的天使 衣服穿起来十分合身 完全不影响挥动武器和行动 只可惜面部没有遮挡物 还是过于显眼 但细心的金发妹早就想到了这部 拿出了路边买的面具 然而倒霉的是 这面具上有着什么诅咒 自动就吸在了男主脸上 金发妹还觉得十分帅气 可男主却头大起来 这面具怎么也摘不下来 看到金发妹自责起来 男主急忙安慰道 他已经帮了天大的忙了 这是要怪只能怪黑心的商人 更何况面具似乎也没出现其他副作用 调整好心态 金发妹就带着男主往城镇感 然而顺利混进镇子后 金发妹就发现自己被男主甩了 四处不见其踪迹 但这并不是男主想抛弃他 只是觉得不能再麻烦金发妹了 毕竟要是他魔物的身份被发现 金发妹肯定会遭到众人唾弃 男主决定等以后更像个人样时 再找金发妹好好感谢 随后男主回到了一间熟悉的屋子 在那里有个等他多日的女人 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重生成骨头怪 竟然觉醒了进化系统 他不仅每杀掉一只魔物 就能提升各项属性 其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 甚至还能进化成食尸鬼 有了肉体后 男主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自己的导师兼致友 而罗琳不愧是研究魔物的专家 仅仅震惊两秒半就接受了事实 可看着男主如今这副模样 罗琳顾免有些担心男主今后该怎么办 对此男主的回答则是继续当冒险者 直至到达神阴级 这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 不过以他现在的容貌 根本接不了工会发布的任务 所以需要罗琳帮他接任务 考虑到男主无法入住旅馆 罗琳索性让他直接住在自己家 不过相对的男主要配合他研究一些事 毕竟有自我意识 还能进化的食尸鬼可是史无前例 当然罗琳最多只是要一些肌肉 皮肤等 他并不会真的把男主当成小白鼠一样解厚 第二天罗琳就把男主带回的素材统统换成了钱 有了这笔钱 男主当即来到了镇子中心 他要请铁匠打造一把全村最好的剑 途中他因为奇怪地打扮你的周围人唏嘘不已 为了不引人注目 男主只得加快脚步 不一会就来到自己常来的武器店 老板娘虽有些吃惊男主样的 但还是尽职尽业悉心接待 除了优秀职业素养外 更重要的是 老板娘隐约察觉到了男主是谁 罗琳仔细翻阅起了有关食尸鬼的书籍 食尸鬼是不死族里下级的存在 他们不仅身体强度十分高 生命力更是强得可怕 一般情况下 他们就算被斩首也不会死 他们最喜好的就是肉类 尤其是人类的肉 虽然以前也有人被高级魔物变成食尸鬼 但完全就是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 他们更别谈拥有自我意识了 想到这 罗琳就十分庆幸男主还保留情感和意识 至少他现在还能陪伴其身边 而两人的相识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时的他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冒险者 虽然他年纪轻轻就掌握了许多强大魔法 但实战经验却少得可怜 一次采摘药草时 他险些被哥布林偷袭带回潮雪 好在男主挺身而出挡在面前 给他争取了输出的机会 他才不至于沦为哥布林制造机 经此一试 罗琳便发现男主身上有着许多他未知的事情 两人的友情也就此结下缘分 回到现在 男主也跟老板谈好了新武器的相关事宜 临走前 老板娘更是准备了一把品质还不错的剑 让男主当作临时武器 感谢过后 男主便告别离去 这一来二去 老板彻底确认了男主身份 但男主既然不明说 想来肯定有什么难言之意 当晚 男主亲自下厨给罗琳准备了佳肴 但自己却不吃一口 毕竟进化为食尸鬼后 他就没出现饥饿的生理反应 接着男主就说起了自己的打算 决定继续去迷宫打怪积累经验 然后以此进化为更像人的物种 对此 罗琳玩耳一笑 早就猜到了男主会这样 第二天探索迷宫时 男主出手就下了一个新人冒险者 可不知为何男人身上的伤口 却让他有股莫名的悸动 男主本想就完人就走 但男人却恳求男主带他一起冒险 原来男人的本质工作是厨师 但因为意外背上了一笔债务 为此他才注册成冒险者赌一把 可由于没人脉和战斗经验 阵子的人都不愿跟他组队 于是他才会孤身挑战迷宫 他想到自己在这个迷宫不久前 发现过一条隐藏通道 男主便同意了男人的请求 毕竟按常理来说 隐藏通道都会有很多魔法道具 他一个人拿这么多也没用 还不如帮一帮有需要的人 很快两人就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 道路的镜头看似是一个什么也没的房间 可男主一眼就看到了中间的魔法阵 但男人却没这本事 不等男主出言劝阻 男人就被魔法阵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男主顿感不妙 要知道这种转移的目的地 大多是传送到有强大魔物的深处 要么就是陷阱密布的危险地带 虽然理性告诉男主应该丢下男人不管 但这样做 男主就觉得自己和魔物就没区别了 想到这随即走进了转移阵 可等他传送过来 男人已经失去意识 生死未知 而在他面前还有着一只巨大的骨头怪 事到如今已经没了退路 男主便做好了殊死一搏的觉悟 这个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暗恋的心上人在重生为实施鬼后 他竟然主动抱住了他 他本以为是鱼目脑袋开窍 殊不知男主只是盯上了他的肉体 男主不小心被传送到迷宫的隐藏关卡 在这里有一只近击的巨大骨头怪 并且不打倒就无法离开 男主直接释放强化魔法 率先发起了攻击 然而哪怕全力一箭麾下 也没对骨头怪的身躯造成一点伤害 反观骨头怪 随手一击都是要半条命的威力 剑一般的气强化不管用 男主又给自己加了个魔力棒 紧接着几个闪转腾挪 他就来到骨头怪身前 罩着关节就是狠狠一击 可惜的是他依旧无法造成什么有效伤害 眼看骨头怪一步步逼近 男主回想起了师父的教诲 无论面对什么敌人 只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就不算输 于是男主决定赌一把 庆幸的事件支撑起了男主两次超负荷的攻击 随着致命弱点后警被男主一箭斩断 骨头怪也就此倒下了 随后男主用残存的盛气给路人的伤势做了应急处理 望着眼前骨头怪的遗憾 路人一脸不可思议 可男主手中的巨大魔石却是那么耀眼 让他不得不信男主真的有强大实力 接着男主表示可以把价值不菲的魔石让给他 不过需要路人答应一些条件 男主随即拉开衣袖 露出了部分石石鬼的肌肤 他谎称自己因为魔物外貌遭到了变化 现在很难进入商店和工会这些场所 所以男主希望路人能帮他在这两个地方跑跑筒 而第二个条件则是男主能随时去他开的店免费吃饭 文言路人顿时泪流满面 对于男主提出的条件一口答应 殊不知男主其实也有自己的算计 之后两人通过传送阵回到了城镇 虽然可以继续探索下一层隐藏迷宫 但男主还是决定调整一番再战 很快 男主就跟着路人来到了他开的饭店 而路人果然没说谎 不仅有自己的店铺 还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见到这幕男主也是松了口气 告别路人夫妻后 男主便准备返回挚友罗林家 可途中男主却突然感到很可惜 如果那个路人是个骗子 没有家人的恶棍 那自己似乎就能吃到什么美味的 此时男主意识已经逐渐涣散 实施鬼的进食欲望 让他产生吃连的想法 就这样男主强撑着回到了罗林家 看到罗林遇见的瞬间 他的进食欲望终于被放大到了极致 男主一把就将其搂在怀里 如此举动倒是让罗林不禁小脸泛红 他本以为彼此的爱情之路 终于要迈出第一步 不曾想 男主只是字面意思上单纯的想拥有他 随着遇见传来的剧痛 罗林瞬间明白男主发生了一变 他立即一把将男主推了出去 好在经过几番确认 罗林发现男主还存有一丝意识 随即他便释放一发沉睡魔法 将其弄昏了过去 等男主再次醒来 只觉得脑中记忆十分混乱 但他记得自己是攻击了罗林 可罗林却让他先别急 自己已经原谅了他 毕竟这只是一场意外 正常情况男主是不可能伤害他的 可看到罗林因自己而受的伤 男主实在不忍 于是他用自己的剩气开始全力治疗 可就是这一致 两人突然就发现了新大路 照理说以男主的剩气量 最多只能缓解伤势 可如今他竟然能达到完全治愈 连一条疤痕也不留下 但不光如此 罗林还发现男主头发茂密了许多 他拨开上衣一看 男主瘦弱的身躯 不知何时变为了正常人体型 尤其是他脸上的诅咒面具 也发生了一点 虽说还是不能摘下 但却可以凭意念 改变面具覆盖的面积 能出现这样的变化 男主只能将其归功于奇迹般的进化 或许是打败巨大虎头怪 就凑齐了进化的经验 但罗林的血肉 才是完成进化的重要契机 按照魔物图鉴的定义 男主现在是比下级吸血鬼 第一级的诗鬼 罗林结合自己先前的 魔物进化论研究 不禁有了个大胆的猜想 当初男主重生为骨头怪时 进化的方向除了诗诗鬼 其实还有着古兵和古骑士等 其他选项 可为何男主偏偏进化成了实施鬼 对此罗林的推测则是 魔物很可能是朝自己期望的方向进化 比如男主一直想变为 外貌接近人类的魔物 那进化的方向就是 往人类特征明显的魔物 至于为什么不能直接进化成 最接近人类的吸血鬼 想来那就是需要更多的经验值 和各种条件 但总而言之 只要他不断刷怪炼机 男主虽然不大可能变回人类 但进化成吸血鬼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震惊的是谈完了罗林 便让男主脱光衣服 让他好好研究一番 就这样 经过罗林一晚抓住 未来的秘密研究后 男主来到武器店换了把更好的剑 这一次他要去迷宫狠狠大杀四方 这个男主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重生为实施鬼后 他竟获得了打工人 梦寐以求的金刚圣体 他的身体不仅万毒不清 哪怕不吃不睡也没事 这简直是无数资本家 做梦都想要的劳动力 然而 这么完美的身躯却有个不可忽视的代价 男主必须定期摄取人类的血肉 不然就会失去自我意识 好在青梅罗林想到了解决之法 那就是让男主喝他的血 打开瓶带的瞬间 一股芳香就扑面而来 男主下意识地咽了口水 不过这种程度的欲望 他还能压制住 接着他就往手指轻轻倒了一滴 放在嘴里细细品尝 果不其然 血液刚一入口 男主不禁大喊美味 随即就将血瓶带好 毕竟在男主看来 只要能抑制欲望就够了 将这问题解决后 男主便打算去冒险公会接任务 虽然如今变成了食事鬼 但男主的梦想依旧是成为神鹰级冒险者 然而由于外貌大幅改变的缘故 男主先前的冒险者身份只能抛弃 于是 他就用假名重新注册了一个冒险者身份 他则打算从最低级的铁骑一步步晋升 而期间男主也发现了以前没注意的事 他想不到前台小姐姐竟在四处打听自己的消息 他那担心的模样妥妥一副小娇气的模样 但男主只认为 这是他们相识多年的原因 并没有过多在意 手续办完后 男主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迷宫内 他要去探索自己先前发现的一块未知区域 途中他又遇见了两个新人冒险者打怪 各以前男主都会上前出手相助 但看到对方是配合默契的剑士和奶妈组合后 男主这次并不打算插手 接着男主就通过传送阵 来到了唯一没被探索的房间 本以为这里会魔物横行 怎料映入眼帘的只是一间荒废许久的普通居室 物体要么老化严重 要么就积攒了大量灰尘 更诡异的是 床上还躺了一具不知死去多少年的尸体 不等男主过多猜想 一道女人声音就从身后传来 是问男主在这里做什么 只是回头简单地看了一眼 男主便知道女人的实力远超于他 为了不引发冲突 男主只得如实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他正在这里寻找珍贵的道具 殊不知这一回答直接踩中了女人雷区 说着 女人抬手就要释放魔法 男主健壮 急忙把气之力覆盖全身 加强防御 可即使是这样 女人照出的法球还是轻松将男主打成了重伤 这完全是女人单方面的蹂躏 遭此一击 男主显然没了还手之力 并且身上的外套也化为了灰烬 看着男主是是鬼的躯体 女人像是想到了什么 内心出现了动摇 他不禁好奇男主为何会变成这样 对此 男主也只得表达无奈 如果不是意外 他才不想变成这副鬼样子 闻听此言 女人的杀意瞬间全无 接着就向男主表示了歉 他说自己似乎搞错了 如此巨大的反差 倒是让男主更猛了 不料女人突然脱下了自己的长袍 表示这是对男主的陪礼 就在男主一头雾水时 女人继续发言希望男主能保守这里的利民 因为这个房间对他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地方 而作为男主保密的条件 女人拿出了一个神奇的地图 他表示这能自动记录持有者所攻略的迷宫空间 此时男主脑中全是大大的问号 不等他开口询问什么 只见女人一挥手 男主面前的空间就被扭曲起来 等恢复意识后 他已经被传送回了迷宫入口 之后 男主第一时间回到罗琳家 将自己的遭遇全盘拖出 来不及吐槽男主摔神附体的体质 罗琳立马检查起了地图的构造 好在上面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诅咒 不过罗琳的魔力似乎无法启动地图 随即就让男主试试看 不曾想就是这一事 地图上瞬间出现了迷宫的所有线路 然而神奇的还不止这一点 地图上还出现了两个移动的标记 仔细一看 竟然是男主先前遇到了两个新人的名字 换言之 这张地图能实时掌握迷宫内冒险者的位置 光是这一个功效 地图就已经是国宝级的魔导具了 随即它就让男主试试 能不能照出其他迷宫的地图 而随着男主心念一动 地图果不其然换成了另一个迷宫 但由于那个迷宫男主并未探索多少 显示的并不完整 然而不光地图 就连男主身上的长袍也不是凡物 身为高级魔法师的罗琳 只是一眼便看出 这长袍魔抗性极高 其物理防御力也比一般的铠甲高出不少 这不禁让两人更好奇女人的身份 不过由于接触时间太短 男主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但在他的眼中 女人的功力非常强大 起码有着荆棘冒险者以上的实力 为了一探究竟 男主第二天又回到迷宫 准备找女人好好聊聊 不曾想入口竟然直接消失了 并且地图上也没了 男主推测 对方应该是叫他以后再来这边 这边事情告一段落后 男主便决定重新回到打怪升级的正轨 随后他就来到工会 接下了一个讨伐猪鬼的任务 可猪鬼是十分棘手的魔物 正常情况只有达到同级上位 才能与之交战 而男主现在只是一个最低的铁级 前台很担心男主会因此出现意外 但男主却是表示 自己曾经打倒过很多猪鬼 见男主话说到这 前台也是选择了相信 同意男主接下这个委托 不过还是再三叮嘱男主要是打不过一定要跑 生命可是很珍贵的 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男人 明明自己小队是第一个来到报房间 他却将手杀boss的机会让给了其他人 然而就在他们暗中嘲讽男主是个傻瓜时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男主顾下的局 果不其然 才进去两秒半就传来了惨叫声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完成了同级冒险者才能完成的委托 而这明显不是一个铁级冒险者所能拥有的实力 于是 前台直接给男主破例申请了升级测验 很快就到了测验当天 而首先则是考验冒险者对魔物的知识 这队友着十年冒险经验的男主自然不在话下 于是他随随便便就做了个满分答卷 及格的人接下来将会参与实战测试 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完成组队 而男主的队友分别为年轻剑士来纳 以及法师兼奶妈的少女坟墓 等在场考生分完队伍后 主考官给每人发了一张心悦迷宫的地图 只要考生能在日落前赶到红叉标记的位置即可 而这期间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不过根据通关的名次会有不同的奖励 规则宣读完毕后 大多考生一股脑就冲进了迷宫 见状来纳也是心急的步行就要马上出发 可突然男主喊住了他 原来男主发现工会给的地图是15年前的版本 如果他真按着这个走 指定要走远网路 随后 男主就在路边摊买了一份最新的地图 然而 坟母两人刚震惊于男主的老到惊艳 怎料下秒男主又指出了一个疑点 那就是马车驾驶者很可能是工会的人 如果他们选择乘马车前往目的地 对方极大概率会带他们去错误的地点 虽然这些阴招看起来很卑鄙 但却是提醒冒险者不可大意的最好办法 接着男主一行人就来到了迷宫第一层 前方出现了一群骨头怪拦路 而莱娜和坟母不愧是新人中的杰出者 他们不仅自身实力过硬 配合起来更是无比默契 可奇怪的是 骨头怪虽然会出现在第一层 但不应该会聚集这么多的数量 而事实果然不出男主所料 不远处有一个吸引怪的道具 坟母两人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可男主却是深知其中的套路 想来前方肯定有人在埋伏他们 于是为了保险起见 男主打算由自己打头阵 在冲出去的瞬间 潜伏已久的光头就发起了攻击 但这自然不可能算计到早有准备的男主 在将光头交给莱娜牵制后 男主直接来了波教科书籍的绕后 他先是解决攻速高的剑手 再应接了一剂魔法 最后他有几个闪身便将法师弄昏过去 而另一边 莱娜虽然与光头的实力有差距 但在坟母精准的打击配合下 还是有惊无险击败了光头 莱娜两人还在猜测对方这么做的目的 可男主却知道这是工会特意安排的人 为的就是考验考生的随机应变 在男主这个大佬代飞下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最后通往目的地的必经之路 以此顺利穿过藏有第一层头目的房间才算通过 可就在这时 又一支队伍赶到 他们倒是没想到 新手和奇怪面具男竟然是第一个到达这的 他们的言语中全是讥讽之意 为首之人更是盯上了可爱的坟墓 想让其加入自己队伍 莱娜立马忽在坟墓身前 然而男人却丝毫不惧莱娜这个新手 直到男主将剑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虽然男人行为举止张扬跋扈 但他还是有眼力见 他十分清楚自己一行人不是男主的对手 连忙认怂表示不会插队 怎料男主等的就是这一句话 他声称他们可以先进去 正好自己这边有些累了 这群人文言大喜 还以为男主是吃错了药 他竟然把含有丰富奖励的投名 主动让给了他们 殊不知他们自己成了男主的教学材料 一是可以让莱娜和坟母观摩 吸取打头目的经验 二是让他们见识下头目的实力 以及因为有工会的人保护 就算打不过也不会丧命 如果他们亲眼见证到其中的危险 还能继续向前 那他们就具备了冒险者的真正精神 当然强行挑战比自己强很多的敌人 那叫送死 他们能否通过考核呢 男主能否如愿以偿成为吸血鬼 我们下期视频再揭晓